Hello大家,那今天这期影片呢是一期厨房电器的测评视频 那这期视频呢是跟华人生活馆合作的 关于小熊电器的这样的一个专场 那他们这次呢一共是给我寄了四台小熊家的电器 分别有小熊家的这个自动货面机 还有他们家的这个智能电热饭盒 锅功能煮蛋煎蛋腐蚀机 还有他们家的这个青碎绞肉机 那这个视频呢我也会依次的给大家测评这四台机器 好,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那第一个我要跟大家介绍呢是这个 我使用频率最高的就是这个他们家的 多功能煮蛋煎蛋腐蚀机 这个机器我现在几乎是每天都会使用的 用它来煮蛋煎蛋蒸腐蚀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它的外观长得非常非常的可爱 粉粉嫩嫩的 而且它很小巧就小小的一只非常节约厨房的空间 那它的结构自下至上呢是有一个操控面板 一个发热板 这个发热板呢是不粘锅的质地 是可以用来煎东西的 然后上面呢是一个陶瓷的蒸盘 可以用来蒸鸡蛋羹啊 或者是蒸一些包子馒头之类的 最后呢就是这个焚焚嫩嫩可可爱爱的这种盖子 盖子的顶部呢是配有一个硅胶的提手 是可以防烫的 那这个机器呢它不单外观长得很可爱 它的功能也很齐全 首先呢它是一个可以煮蛋煎蛋的机器 可以保温也可以约定时 这样的话你在睡觉之前就可以约约好时间 然后早上就可以吃到温温热热的鸡蛋了 那它这个机器呢还附赠了一个凉杯 这个凉杯一开始我倒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直到我看它说明书就是在煮蛋的时候 它下面是有介绍这个凉杯的底部是有一根小小的针的 那每次煮蛋的时候呢在蛋的上方用这根针扎一个小洞 它就会防止蛋在煮的时候裂开 所以我觉得它在一些细节的地方做的还是挺好的 那在煮蛋的时候呢根据不同的时间它是可以煮出全熟的蛋或者是一些溏心蛋的 一般我做的话我是会煮三颗蛋 三颗蛋大概23分钟左右吧就可以煮出全熟的蛋了 那如果你要煮出一个溏心蛋的话 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了 好这是它煮蛋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它的那个发热板煎的那个部分 它的那个发热板我刚才也说了是那种不粘的质地 所以说不会粘锅而且也很好清洗 但它这个部分呢是有一个小缺点就是这个煎的这个温度是自己不能控制的 所以如果你要煎东西的话它就只有一种火候 是那种小火慢火 那我视频里面呢是用煎蛋做一个例子给大家看 因为我觉得煎蛋还是比较能体现出它的火候的 那这个火呢是可以从视频里面看它是比较小比较慢的 那这个蛋呢也会煎得很透 但是会煎得慢一些 所以说这个机器如果你是想用一些小火慢火去慢慢的煎一些东西煎得比较透的话 我就是比较合适的 但是如果你想让它有个什么大火你可以炒一些菜呀 这个它是做不到的 那它蒸的这个功能呢就也很简单了 就跟它那个煮鸡蛋是一个 就是把你要蒸的食材呢放在它这个磁盘上 发热板上加上水 选中对应的功能就可以了 那如果在蒸煮的过程中它的水烧干了的话 这个机器呢它也是可以自动断开的 并且它也会发出提示音告诉你它的水烧干了 这是这个机器我觉得还不错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机器我使用下来觉得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那第一个我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 就是它的这个发热板是没有办法控制火候的 那第二个我觉得不足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机器它整体的体积是偏小的 所以如果你想用它这一个机器来做全家人的早饭啊 是会比较困难的 当然这个机器一次可以煮五颗蛋 就除了煮蛋这个方面 我觉得还不错是够全家人吃以外 它其他的像什么煎呀 还有蒸啊这个 基本上只能满足一到两个人的饭量 或者这个机器拿来给宝宝做腐蚀 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 那第三点呢就是这个机器 虽然它是集蒸煮煎三个功能为一体的这样一个机器 但是它一次只能用一个 就如果你既想煎蛋又想蒸一些馒头包子啊什么的 它就不太可能了 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机器 它最最最适合的是拿来给宝宝做腐蚀用 或者是全家人早晨拿它来煮蛋比较合适 蒸这个功能啊 我觉得因为容量的问题 在我们家是只适合一个人用的 但是总的来讲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很方便的厨房电器 好了第二个呢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货面机 我是一个山东人 我本身就非常非常的喜欢面食 但是你知道揉面这个啊 它真的是又费时又费力 还不一定会揉得好 所以当时华人生活馆在让我挑选机器的时候 我第一个就挑选了这个货面机 用下来之后我真的非常的喜欢 这个货面机的外观配件 由下至上是操作面板 不锈钢 货面筒 一个货面刀头 还有筒盖 那它还附赠了两个量杯 它的这个机体的底下呀是有吸盘的 所以说你在揉面的时候 这个机子是很稳的 它也不会晃动 这个货面筋内壁呢是种不粘壁 所以在清洗的时候呢也是比较好清洗的 这个货面筒的容量非常非常大 它有五升的容量 所以说你一次可以做很多 一般家庭的人数呢 我觉得这一个货面筒的容量就已经足够了 那这个机器呢一共是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揉面 另一个呢是醒面 你可以调节揉面醒面 就是它自己时间的一个长短 它在揉面的时候啊 我觉得声音会稍微有一些大 我有测量它在工作室的一个分贝 大概是65分贝左右 它的工作模式呢是揉几秒钟 停几秒钟这样交替进行 所以说如果你想找一款完全没有声音 或声音很小的揉面机的话 这款不适合你 然后它筒盖上面呢 有一个这样的十字锥形盖 你可以随时打开加水 或者是加一些配料 然后这个机器呢 一般我们如果拿来做面包的话 会揉30分钟左右吧 就会拉出手磨 不过我有上网做功课啊 我查到有一些别的揉面机啊 它出手磨的时间可能会更短一点 大概是在15到20分钟左右 这样的一个时间 但是那些机器的价格呢 也要相对的高一些 反正我觉得这款机器 对于我的一个需求来讲的话 是足够的 它的性价比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而且我觉得呀 也规定所有的面食 你要一味的去追求那个手磨 当然如果你的要求更高 我觉得这款你可以再慎重一下 多做做功课 这个机器我拿它来做馒头啊 面包啊 还有这种韭菜盒子啊 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也是比较容易上手的一台机器 它揉出的面团呢 是非常光滑的 而且也很有弹性 至少比我用手揉的要好很多 不过在这里我想要提醒一点 就是揉面其实也是需要一定技巧的 我看在网上有很多人评价 不是说这一个牌子啊 有很多别的牌子的货面机 也经常会出现一种评论 就是哎呀这个揉面机 这个货面机它揉不好 揉不成团 那出现这种问题呀的 我觉得部分原因吧 就是很多人他在做面食的时候 都是会直接照搬网上的配方 但是你知道每个人买到的面粉 它的筋性和洗水能力都是不同的 所以如果照搬别人的配方 很有可能就会出现 面揉不成团 变成了面糊或者是面渣 所以我觉得呀 在揉面的时候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技巧 就是水或者是液体 一定要少量多次的添加 不要一味的追求 跟别人的配方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 它这个顶部这个十字锥形盖 这个功能就非常的方便了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个货面机它的一个优缺点 那它的优点呢就是我觉得比较容易上手 容量比较大 而且也比较容易清洗 我觉得整体是一个限价比不错的机器 它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可以让你在这段时间去做别的事情 揉出的面团呢 我觉得也是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标准的 那缺点呢就是声音其实不小 第二个缺点我觉得就是 这个货面机跟其他比较牛逼一点的这种货面机比较的话 它的出手磨速度可能没有那么那么快 如果你真的追求十几分钟就能出手磨的话 这款机器你也不要考虑了 好了那这就是这个货面机 那第三个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切碎绞肉机 这个机器啊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选它 是联系我那个小姐姐推荐我用的 用完了之后好喜欢就好惊艳啊 它的这个外观配件啊其实是比较复杂的 我简单说的话 由下至上主要呢就是切碎杯 切碎刀刀盘 精料桶和机身面板 它底下这个切碎杯呢是玻璃的 而且这个玻璃是比较厚的这个机器呢你可以用来切丝 切片切碎或者搅肉 我一开始刚用它的时候我没有什么概念 我不知道它会把一个菜切的多么的细 然后那天我正好要做韭菜盒子 我就拿它切了那个韭菜和鸡蛋 结果几秒钟的时间给我把那个韭菜和鸡蛋切的稀碎稀碎的 就我做出来的韭菜盒子我老公形容就是那不是馅儿那是渣 那这个机器呢用它来做肉馅很方便 它搅出来那个肉馅啊是非常非常细腻的 而且它本身这个切碎杯容量也比较大 所以一次性可以搅足量的肉馅 声音方面其实它的这个分贝啊 我在测量下来是跟这个后面机差不多的 但是这个它在工作的时候它的声音会柔和一些 所以显得它声音好像没有那么的大 而且这台机器它的工作时间大概也就是几秒到几十秒 所以只要它的声音不是很刺耳 我觉得就可以忽略不计 这个机器呢还有一个点动清洗的功能 所以说也不需要把配件都手动清洗了 还是很方便的 你可以用清水洗 也可以在水里边加几滴洗碗液 最后呢手动把泡沫充干净就行了 那如果你不放心怕它洗不干净 想手洗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 它整个机器呢是没有什么死角的 所以说你用手洗也是比较容易的 那这个机器呢它还有一些细节的地方 做的还是挺好的 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把手这个地方是有锁扣的 所以你就不用再担心这个机器在操作的时候 飞出去啊或者是有脱落的这种危险 那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刀片 每一个刀片上都配有这种塑料的保护套 就防止你划伤手指 然后像它的这个刀盘呢 也是有用手指可以拿的地方呢 也不用担心你的手指会被它上面的这个刀片划伤 我就觉得这些细节的地方会让你觉得 它的这个品牌在做产品的时候还是比较用心的 不过这个机器啊我用下来我也是觉得有一些小缺点 一个是你在切碎的时候 比如说我在切韭菜的时候 它可能会有一些菜粘在内壁上切不到 你需要停下来把它内壁上的菜叶子稍微的调整一下位置 不过也就一点点菜会这个样子 就是绝大多数的菜都是会被切的很细碎的 然后再一个缺点就是它切碎切片 就是你不能控制这个你想要多细 或者是你想要这个片多薄多厚 这个是不能控制 就是它只有一个档位 你切出来就是这么薄 你切出来就是这么细 除了这几点以外啊 我在梅泰就我目前来讲是梅泰发现它有什么缺点了 那最后一个呢 是小熊家的这个电饭盒就是一个代饭神器 那因为我和我老公现在还是work from home 所以没有机会实地的把它带到公司里去试一下 只能在家里边尝试着用一下 这种方方正正的这种小粉盒子 我觉得不管是它的一个大小重量颜色 就整个的一个外观是非常适合女性 就是随身携带啊 就是上班的时候带着的 那这个电饭盒的配件呢 由下至上分别是主机操控面板 大的不锈钢饭盒 分层架 这个分层架也可以做蒸蛋架 在上面呢就是一个不锈钢分隔饭盒 最上面就是它的这个盖子 然后这个机器它还附赠了一个凉杯和一个蒸空抽气泵 这个电饭盒呀 它不单单会加热饭菜 它还可以直接把你的生米 或者是生的红薯玉米之类的 直接煮成熟饭 而且这个机器也是可以蒸鸡蛋的 那视频里呢 我是拿了两杯生米和生的白薯熟的鸡肉做示范 用的是它的这个rice cooking这个选项 最后的米饭和白薯都会煮熟 而且本身已经熟了的鸡肉呢 其实需要加热 也会热得很透了 我觉得有这个功能呢 你就不用担心前一天你忘记做米饭了 不过我建议如果你想用这个机器直接蒸煮生的白薯红薯的话 我建议你把它切得再薄一点 这样它出来的口感会更好一些 那这个机器中间呢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分隔层 这个分隔层你可以拿它就是单纯的做一个分隔层 然后再一个就是 它上面有三个洞 你可以同时煮三颗鸡蛋 而且这个机器呢 它也是有预约功能的 所以你可以在就到了公司开始工作之前呢 就先预约上 甚至你可以在晚上睡觉之前预约上 这样的话你不管是早晨和中午都可以吃到热腾腾的饭菜了 这整个机器啊 其实你看着它好像就是一个电饭盒 实际上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小型的这种蒸煮电器了 它饭盒的这个材质呢是不锈钢的 是很容易清洗 也是有分隔层的 而且是有两个这样的饭盒分开放 所以说你的菜呢也不容易串味 整个饭盒呢拎起来也不会很沉 所以说也很适合女生使用 这个电饭盒其实你平时使用的话 其实就挺方便的 特别是如果你很不喜欢用微波炉加热饭的话 这个就挺合适的 而且现在不是疫情期间吗 如果你已经复工了 而且被要求是要去公司上班的 那我觉得有这么一个饭盒真的挺不错的 就更加的安全健康一些 然后最后我来说一下 它使用上我觉得有一些小缺点 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外观 这个外观我刚才就是对于不同的人来讲吧 它可能是优点也可能是缺点 这个外观它是很粉粉嫩嫩的 很可爱很适合女生 但是如果男生想要用呢 那就有点不太合适了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这个饭盒整体的容量呢 我觉得并没有非常的大 它对于一个我觉得正常饭量 或者是稍微偏小一点的饭量的人来讲的话 这个饭盒是比较合适的 但是如果你的饭量偏大 或者是你就是男生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饭盒的容量是稍微有一些不够的 然后最后一点呢 就是这个饭在你热饭的最后几分钟吧 大概最后的四五分钟 它的那个饭香味会飘出来 那如果你的公司有专门的这种餐饮间 我觉得还好 但如果你就是在自己的办公室 或者自己的办公桌上 直接使用这个东西的话 可能会引来大家的注意 不过这一点啊 如果你热饭结束的时间 刚好是午餐时间 那我觉得其实倒没有什么 不过这个饭盒 我觉得它最大的缺点 还是在于就是 只考虑到了正常饭量 或者是稍微偏小饭量一点的女生 而忽略了这种大食量的 这种女生和男生的一个需求 好那这就是这四台小熊家电器的 这样的一个测评 那针对这四台机器呢 我也是有这个独家折扣的 我也都会打在屏幕上 那我们就下支视频见 拜拜